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与其哀探自己的年终奖金缩水 不如靠投资理财来放大 在投资理财上分散风险就非常重要 在今年台股一路冲上15000点 在这个时候就算投资人看中了龙头股 往往也找不到下手时机 不管是一张300万的大力光 或是50万的台积电都买不下去 就是学了几招新招 然后可是也是赔了一屁股 钱就出去了 我就是地狱倒霉鬼啊 每次看到股票的对账单 我都很害怕不敢面对 不敢跟爸妈说吗 就对 如果你有3000块 你会想做什么投资 其实非常多投资人 现在最大的遗憾 是因为他手上还是空手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投资者 如果说投资台股 可以选择包含高股息优质 然后顺利配息的一些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其实在市场上面 都有它的一个很稳定的经营水准 然后借此来参与台股 我相信这是一个投资人非常好的 一个介入的时间 而投资人常在面对投资的策略的时候 会发现单笔投资在金融场时间点 都有选择性的障碍 所以可以透过定期定有的方式 来参与这个市场 来进行一个比较平均成本的一个参与 我相信这是投资人这边可以比较顺利 来开始下定决心 参与市场上面的一个机会 而在此同时 原大这边的一个集团 也推出了日日扣的一个服务 希望可以透过更绵密的服务 来去满足投资人这边在布局上面的需求 所以投资日日是好日 随时都可以进行投资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服务精神 日日扣是一种新的基金扣款方式 将投资的主导权完全还给投资人 从扣款次数 时间 金额 都可以随自己喜好设定 把涨多拉回的市场波动 翻转成布局时点 提高投资效率 市场上有很多投资标的 不过在台股行情看好的现在 有一款很值得注意 那就是选择龙头企业投资的 原大台湾高股息优质龙头基金 让老师买错时机 没办法随时看盘的朋友 可以利用投资基金定期定额 日日扣的方式降低风险 增加收益的稳定性 现代的上班族 不管是小生男小子女 当你又要上班 又要有人际关系来讲话 但是你又想投资来讲 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去做研究 但是你藉由一点点 使用者付费的情况之下 然后专家包括一个团队 他可以针对不只是只有台股 包括全世界 你认识跟你不认识的产业地区国家 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找寻 适合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让我们不至于说 好像只局限在一个小地方 可能会去错过某些的行情 单压某一天 你有可能会买到比较不好的价位 但是你把它拆成 不管是三天 五天 甚至还可以拆成二十五天 在二十五天的情况之下来讲话 基本上你的成本 会比较容易获得控制 你的单位数也得到比较多 投资报酬率来讲话 包括成本的降低 单位数的累积 这种方式来讲 我觉得反而会比较适合一般人 经过专家的整理 大家做好笔记了吗 记得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东森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